下午兩點多穿黑衣黑褲蒙面的男子 出現在民宅社區 對著這戶人家門口按壓手上拿的遺棄 沒多久又往隔壁人家門口 做同樣事情 男子的詭異行為被監視器全都錄 也被屋主發現 事發在高雄人武區 施行五街上 屋主說男子故意按電鈴 測試有沒有人在家 殊不知屋主故意沒應門 就想看他要幹嘛 才發現男子拿著遺棄行徑鬼祟 左右鄰居也都警覺到社區出現可疑分子 他說那個是新型的那個 偵測電動門的那個解碼器 所以你們這一排都有 現場並無財務損失 或是破壞了痕跡 警方將加強周邊巡邏 不過鎖定業者細看畫面 認為對方不是想解開 或複製電動鐵門密碼 而是針對一旁小門的門禁系統 他做的那個事情跟鐵捲門遙控器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它那個是感應卡 就是掃描到破解的遙控 那我們就能夠做拷貝 先分手上這台拷貝器可以掃描門禁ID 再把ID複製到感應豆上 掃描一次是複雜程度 可能得花幾分鐘到一小時 網路上花幾千塊錢就買得到 但若是換成按密碼或感應指紋的電子鎖 就無效 不過普通的門禁系統 居然能輕鬆透過儀器破解 恐怕得考慮更換以免變成安全隱憂 靜新聞 林青棟捷採訪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